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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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他们在对印尼的比赛 他们的混双就拿下来 所以今天 在第一场混双 这个战胜了马来西亚队 也可以理解 那么大家好 我是天天羽毛球网的刘四峰 那么也很高兴能在这次和CNTV一起参与我们这个苏黎曼杯的解说 那么现在这场比赛开始了 那么其实这场也是整个今天晚上比赛的一个亮点 因为我们的这个球友们非常喜欢的这个男子单打选手 马来西亚的李宗伟 站在了场上 那么这场比赛实际上其实 应该不会有什么悬念 甚至连这个产生悬念的几率都不会太大 因为俄罗斯队还是就是 他今天实际上是换了一名男单选手 那么昨天的这个男单选手 无论从这个动作上还是战术技术上都都很业余 所以这个昨天跟印尼的桑特索打的时候 就已经就是根本没有还手之地了 那么今天站在对面的又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李宗伟 李宗伟也是处在他这个羽毛秀这些生涯里最黄金的这个时间 他去年还有今年已经连续拿了两届全英的冠军了 这个 2010年全英 百届全英 他是在决战中赢了日本的男单选手 田儿贤义 那么今年的全英又是战胜了中国的著名选手林丹 这个球是接内 所以整个来说现在他的状态而且今年又拿到了几个大奖赛的冠军 所以他今年 整个状态还是在一个处在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 然后这个球盼到了界内 不应该吧 从这个角度看应该 今天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男选手感觉比昨天那个要要好一些 昨天那个虽然身材高大 这个这个又有力量 但是整体的技术啊都都非常粗糙 今天这个 刚刚夸完他结果一把球又杀出杀出双打线 今天的这个男男选手叫 一万索松诺 哇这把这个 正手区的斜线这也是李总伟的特长 杀的也非常脆 所以这是这个李总伟的正手区的这个无论是 杀球啊还是 掉球 还是拉球 他有一个有一个比较明显特点就是说他在出球的一瞬间他并不转身 所以就他呃 就是对手呢 很难判断他这个出到底是出直线还是出斜线 这比赛进来也很快 嗯 现在李总伟9比4领先了 这个球有出阶的嫌疑不过 这个球有出界的嫌疑不过 俄罗斯拳手一万索松诺还是接了这个球 11比4进入这个局间休息 李总伟对这个呃中国男单来讲还是一个呃 最大的可以说是他的最大的威胁 那么他对中国男选手的成绩除了林丹之外 那么其对其他的选手都很 嗯战绩都非常出色 呃 印象中陈金呃很 很少赢过他 甚至在我印象里都没几乎没有赢过他 那么陈 陈龙跟他的战绩也也就是赢过一次 所以除了林丹之外 其他的中国男单选手 对付李总伟都 都比较麻烦 嗯 这个球翻手打的有点随意 嗯 好球 这个俄罗斯拳手也是在往前 嗯 也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些这个这个能力 那么放了一个很贴网的球 李总伟已经 这个球已经打不起来了 只能回放了一个 嗯 他在往前直接在往口把球 不在地上 直线进攻 所以刚才说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男单选手除了林丹之外 那么其他的这个选手对 呃 像像陈金呢 像包成来啊 像陈龙啊 对李总伟的战绩都不是很好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 呃 情况 因为 首先第一个 这个不能所有的球都指望林丹 因为林丹他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那么甚至随着这个现在的年龄的增大 他也会 早晚有一天他会也有这个球球这个走下坡路的时候 那么李总伟呢 因为他他也有可能也很有可能他始终保持着不错的状态 那么如果他能保持着不错的状态 而林丹呢 状态又不太好的时候 那那他那中国的其他的男男选手几乎就 就不好打了 所以中国需要还得需要有那么 咱们说一哥咱们也得需要有二哥是吧 就是说这这二哥至少就是说咱们能跟李宗伟能够有胜有负 这样的话呢 也这个中国的男单也相对来说会 这个比较安全一些 那么这次苏黎曼我们也非常期望最后林丹能跟李宗伟 能够再打一场这个世纪大战 因为去年这个前年的这个苏黎曼广州苏黎曼在最后的决赛中是 林丹以2比0战胜了中尾 非常漂亮 基本上是打成了男双中的这种平手平胆 林丹以2位直接也笑了 没想到俄罗斯拳手还能打出这样的球 正手区的一个高调 结果这个球没有过往 17比8 那么这个比分还是比较大 比分的差距 扩大到了9分 那么现在是10分 18比8 放宝没有过 手上一个假动作 看着像上网网 但是实际上最后挑了底线 那么这场球对李宗伟来说 实际上也就是苏黎曼的一场热身赛了 出界了 20比9 那么现在进入了这个 局点 这局进展的也比较快 那么这也是 对双方来说都比较正常 基本上代表了这个双方 对于员的这个实力 那么确实俄罗斯选手 俄罗斯选手一万 索松诺 那么跟李宗伟 这样的 世界最顶尖 最顶尖的男男选手 那么差距还是确实太大 对于员的这种 感谢观看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出键了 这个球里总的判断也非常准确 没有对准球 可能这一拍子打到拍框上 哇漂亮漂亮 这个球 这个球里总为打了一个滚网 然后对方回的质量还很高 李总为没有在在网口抢不住了 只能放了一个只能放了一个网 而且还放高了 俄罗斯这个这这选手也意识比较强 看李总为这个放网动作马上就冲上去了 嗯 这个动作 做的是不错就是 这个线路掌握的不好 出界比较多 这个球不错 那么李总为打打的这个这个弯下腰弯的这么深去接这个球也不容易 虽然最后这个放网没有过去 但是整个这个场面打的还是不错的 俄罗斯选手是换了把拍子 嗯 这个球接完之后正手区的空单太大了 所以 只要起手就肯定没有 很难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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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为这回来到青岛也 心态也比较好也比较放松 所以他在 嗯 他还在自己的微博里 这个 嗯 增集这个青岛的 这个 哪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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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地方东西最好吃 所以可以看出他的 但是 这回到青岛的这个心态还是不错的 嗯 这就是说这个放网 这个这个这个放网的 这个动作被李总为已经识破了 他 这个 马上就冲过去把这球扑死了 李总为也是 就是他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往前扑球的这种意识特别强 即使是林丹对面是林丹 也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在以往的比赛中就是 他也扑死过在网口扑死过林丹的很多的球 他就冲上去那一刹那启动的特别快 漂亮 哎 这个球反手打的有点随意了 可能也是判断有些失误的 就是他觉得这个球有可能要 出界 所以 最后当决定打的时候 懒懒洋洋的打了一把 结果 有点失水准 自己也下了 哇 这个对角勾的 反勾了一个对角 这个球勾对角的出手点很低 动作也比较小 这球打得很很 看他动作也不是很大 这个但是这个球打下来很深 比较贴近这个发球线 所以李宗伟也没有反应 好 打完了 对 所以这种进攻有的时候 你打不好被被对方弹一个斜线 因为你自己 中杀完了之后 你身体肯定需要一个调整 那么有的时候当你还没调整过来的时候 这个球已经回来了 因为你杀的快 对方弹过来更快 漂亮啊 这个好好好不手软啊 这个刚才那个球被李宗伟给反击给给打死之后 这第二把还是继续中杀 毫不示弱 毫不示弱 10比6 嗯 动作很漂亮 漂亮 这个球 中手区的一个滑板 看来两边都会这个动作 好球 格勒斯的这个所动作也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 他这里弄了一个底线 这个球打得非常精彩 作为这个俄罗斯这个选手 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李宗伟手还是不软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这个所动作你指望想赢李宗伟这种可能性确实是不大的 但是 嗯 如果说作为这种锻炼自己 或者说能够这像李宗伟这样的高手 能够做把他作为一个交流的机会 那实际上这场这一场球能打出几把 自己 还有这个观众能认为非常满意的球 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 李宗伟其实从现在看还是 基本上也没有怎么出汗 这个 看来打的比较轻松 因为 你看他很多时候跟林丹的比赛 有的时候不用到第二局 有时候第一局 打不了几个球 你看他已经 满头是汗了 哇反放了一个 有点意思 这个索松诺也是在往前也是很自信 你放我我也反放你 想发球偷一个后场 结果被李宗伟直接斜线 钉在地板上了 啊 这球打的里头也是很被动的 当然 这个球也是这个球滚网了 看来 14比9 李宗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那么这球又出界了 15比9 15 9 这球其实 抢的也 也不错 这击球点也比较高 嗯 从动作看也 没有问题 也就是 力度把握的不太好 这个球是过去了还是没有过去 嗯 这个球滚网了 他绑带上还停了一会儿 这没有办法 嗯 哈 球直接杀了一板直线 非常贴近 非常贴近边线 所以不好防 俄罗斯这个队员他的实际上后场的进攻还是 力量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他这个点打的不太好 就是很多球 杀过来挺动作 不是动静也也也挺大的 但是李宗伟这边很轻松的就能回过去 就主要还是没有给李宗伟打开 球 好球 李宗伟这个球也是战术性的打了一个高远球 想想调整一下 结果 葛罗斯这个拳手所从那还是一般给打出了戒 完了 啊 有意思 这个球居然 没想到这个球刚才已经差不多的情况下 他又多又 又打了很多排 最后还是所从大把球打出戒 所松 所松落 21比921比10 那么李宗伟非常顺利的拿下了这场比赛 那么这个结果也是我想大家也都是预料到的 俄罗斯的男单选手 确实跟李宗伟这样的 这个顶级的男单选手比还是 有比较大的差距 所以李宗伟整个比赛打的也比较轻松 从这个身态上还有面目表情上 都可以看到他就是对这场比赛来说 还是有绝对的这种自信 最后会变成这样的问题 其中 呢 本来 拍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